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吃油這些數字盾的各種轉法 那轉法的話來源先講一下 是這個陸克大大這個視訊問我說要不要做影片 因為他覺得這個東西之後一定都會一直常常用到 問我要不要做他直接授權給我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這個也是可以幫得到大家的 那我就想說來做一下好了 那我們直接來看 吃油主動機有四種版面 九戰九勝自武兵之器三日三夜霧名八方萬邦迷符 這是念米嗎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四種版面對應各種不同的情況來去使用 那這邊有講到就是說這個 因為講這個名字太複雜了 所以直接講說水火木 然後上面這個自武兵之器剛好是一個7C版 然後這邊就是講說六種7C 然後三日三夜這個就是光暗星 八方這個就是他黃暴狀態才能用 六種就是10C版 這樣子 然後路徑的話下面路徑圖的邏輯就是跟紅綠燈盾一樣 綠死紅中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講到說因為有各式各樣的手銷指定 諸數盾有的復合趴數盾有的復合時鐘盾有的復合轉珠劑無效 有的復合鬼進行場 不過呢吃油這個主動機強就強在它是這個直接移除整個版面後改變落珠 所以呢它不會受到什麼轉珠無效啊這種盾來影響 可是轉珠無效的話你開轉版沒有用嘛 不過它是移除之後整個落下來這個固定版面這樣子 所以完全沒有影響 只是紅綠燈的話可能比較麻煩 可能搭配一些像閱讀這種排珠卡 排珠卡來解決 就是轉的話可能手轉比較難一點 紅綠燈真的是克星啊這樣子 然後所以呢它這隊伍呢它是不怕這個沒火珠的問題啊 光暗星版面呢一樣是有兼具的 所以不用去管說什麼消火珠 那它這一次的這個轉法的話主要是講究 要以消除平整為前提 因為吃油會天降嘛 所以你消得越乾淨天降越漂亮 所以它才會出現一些步數比較多 較不直觀的一些轉法 但是至少半個版面會是全消的狀態 讓吃油至少會有這個固定的保底的天降這樣子啊 那目前呢數字盾目前出到27珠 所以目前轉法呢只會考慮到27珠 那這邊整理的轉法皆以水火木盤為主 然後因為遊戲裡面有一些這個反強化盾嘛 就是只有手消17、手消23、手消27這三種 那因為反強化盾吃油要打的話就是要轉光暗星版面 因為你轉這個其他版面都會有火珠嘛 那天降下來有火牆的話會讓吃油打不出傷害 所以呢用光暗星盤來解這三種 然後又是反強化的這個盾 好我們先看手消16珠的版面 那大家就自己自己記一下自己看一下 這個懶人去幫他看的也可以截圖 然後再來手消17的 然後再來這個手消17有可能遇到反強化嘛 那反強化的話就是點光暗星 然後以上看畫面上這個轉法 OK那我們繼續看下面手消18盾 兩步而已 非常的簡短 然後再來手消19 手消20 21 22 22更簡單 一旦動一步就22了 那這個我覺得以後一定會常用到 然後再來23就是長這樣子 23盾應該是最常出現的 就記一下記一個淤這樣子 然後再來 這個23盾有可能遇到反強化 兩步而已 非常簡單 然後再來24 25 25比較少見 所以通常都是到24而已 然後再來26 26也很少見 然後27 27的話 如果遇到反強化27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轉 好那下面的話這個是 攜帶用同整圖 反正它是全部 這樣子讓你更好截圖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數字盾結束之後來看這個 手消指定C盾 因為它這個版面其實已經可以解很多指定C了 比如說 水火木版面可以直接解手消6 7C就可以直接解手消7 然後光暗C版面可以解手消8 10C版可以解手消10 所以基本上它只有兩種需要解 一種就是手消5C 一種就是手消9C 那手消5C的話很簡單 把這顆火珠 拉到最上面 讓火珠全部連在一起 原本6C就變5C了 這又可以整版消 這是最簡單的轉法 那再來是手消9C 就要選這個10C版 然後這樣轉 那轉完的結果會變右邊這樣子 其實 也不一定說一定要照這樣子 這個路徑轉 其實你左邊這三種有沒有 木、岸、水 那其實你把木或水連在一起 這邊放3顆有沒有 3顆水 或者3顆木 這邊3顆水或3顆木都可以啦 反正轉出來的版面大概就像右邊這樣子 就是手消9C了 好 那再來呢 它後面有補充一個就是說 遇到像這種 極碎龍刻先攻998 缺龍刻必殺 軌跡隱藏 手消隨機4到7COMBO追擊盾 那這個東西的話主要是軌跡隱藏 加上手消隨機4到7COMBO 所以它這邊有用很貼心的 找了一個這個版面 就是固定的騎手 但是它可以轉出4到7 4到7嘛 3、4、5、6、7版 都可以 都固定從右上騎手這樣子啦 那你遇到這個整版問號的時候啊 或者是像你遇到像什麼中間橫行物化這種 比較麻煩的啊 你看了吃油的版面之後 就是只要從那個地方騎手 你可以先騎手 再看它給你幾COM 因為它是隨機嘛 你要騎手之後 才會知道 這個敵人給你幾COM的這個追擊盾 幾COM的盾牌這樣子 然後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主動都是選這個6種7C版 然後都是從這個右上的新珠騎手 第一步呢一定是向左 轉法的話就是一樣 以消除平整為前提 就是讓天降比較好天降這樣子啦 然後這邊的話你就騎手之後 再來看這些圖 其實都來得及啦 除非那個 那個 手銷隨機COMBO盾 然後還搭配2秒轉珠 這個可能就比較不友善 可能要靠牌珠了 不然的話正常你騎手來看一下這個圖 應該都還來得及 而且路數 路徑啊 步數啊 也不會很多 那3C的話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4C的話是這樣子 就是原本3C這邊 然後只是沒有往下 變成往左 這樣是4C 然後再來是5C 5C版 一樣都是右上騎手 那再來是6C版 6C版就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再來是7C版更簡單 兩部而已 再來是8C版 然後再來 後面是統整啦 就是讓你一次截圖這樣子 這邊給大家截圖一下好了 如果你懶得去扒他看的話 OK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以上呢 就感謝這個路克大大的分享 那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和喜歡 那也不要忘記去 這個追蹤一下路克大大的小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各位掰掰